在陰影金屬風暴當中 你看到的是從太空當中來取得能源 而NASA現在要把它實現了 可是呢 在國防的軍事上面 也產生了金屬風暴 因為現在呢 正在研發的武器是 一分鐘達到一百萬發的發射量 這樣大的發射量 破壞力可是無敵啊 中美雙方正在進行中 剛才這個立岡你說金屬風暴 什麼是金屬風暴 大家知不知道這個東西 金屬風暴呢 它是一個劃時代的武器發射的技術 你光是看觸控上這樣的一個發射武器 一瞬間真的是威力驚人 可是這武器很奇怪 為什麼看起來方方的 我跟你講 根據中華民國的國防部 他有一份報告說 金屬風暴就像畫面上圖示一樣 它不像傳統的這個火器 這種武器發射系統 不像傳統有撞針彈簧 這樣子一個機械操作部位 它的構造很簡單 有裝彈藥的發射管 也有這個電子脈衝的點火接電 還有電子控制的這個處理器 你是把一定的彈藥 一定數量的彈藥 你裝在像這樣的一個箱子裡面的 這個金屬風暴裡面 它就會全部這樣射出去 一排一排的 你有沒有覺得像我們那個台南的鹽水風暴 你這樣形容也可以 這好像就是鹽水風暴的延伸版進化版嘛 你這樣子講的人侮辱鹽水風暴 其實鹽水風暴 它是只有殺傷力 但是不像這個金屬風暴 這個可能可以讓部隊整個被殲滅 自能於死 這麼強啊 因為它裡面裝的都是一枚一枚的這種 整個金屬的彈頭 不管是子彈也好 或是炮彈也罷 你把它的數量裝在裡面 這個發射管裡面 不管是槍管或者是炮管 所以我不用撞針去打擊 讓火藥噴發 它自己就會 破破破破破 出現了 你看它這樣子一排一排出去 彈藥跟彈藥之間 它是用發射藥去隔開 你看它隔開 然後彈藥在前發射藥在後 而且依順序依次後 在發射管當中串連排列 可是這樣就比較活王一樣 這個模擬示意圖 它模擬有一列軍車車隊 通過那個戰場 它在旁邊伏擊 當金屬風暴的發射器 砰 你看整個就殲滅了 順時剎那間灰飛煙滅 這是它的一個電腦模擬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當它把這個彈藥 裝在發射管裡面 每一節發射藥 都有這樣一個設置 電子脈衝的點火節點 它是利用一個電子 化學器的點火技術 然後再經過電子控制處理器 它去隔開它的發射順序 跟它的一個這個時間 然後很快的就這樣 瞬間的發射出去 聽起來我這樣形容 很多觀眾還是聽了 可能無煞煞 很複雜嗎 其實不會 你想像一下 你剛剛看到那個箱子 就像我們這個觸控上的 其實金屬風暴 多半是以多管武器系統 發射的這個形式 發射系統出現 就像我們知道 什麼攻風六星 雷霆2000 對不對 都是這種多管的 它那個 多管的系統更多 可以是像我們剛剛 螢幕上看到的24管 或者是36管 可以是細細的槍管 也可以是像那種 槍榴彈的比較大的那個管 甚至可以做成砲管 那它這樣的一個砲彈裝在裡面 它是一排一排的 不像我們這樣傳統 像一條鏈這樣子 它在一排一排裡面 電子都是電子 所以一排一排是整齊的 從前到後這樣子排列好 在現在你看到 畫面當中的這個槍管裡面的 對 剛剛你也提到 如果說這個金屬風暴的 發火器發射系統 它可以射出去 一分鐘一百萬發 對不對 那我問你 一秒鐘它可以發火 多少 一秒鐘一萬六千發射 一秒鐘這麼大 你看到這個金屬發射 你剛剛看到一陣煙飄過 你有沒有看到子彈發射出來 沒看到 早就集中目標了 你看看 什麼 它這時候已經打出去了 給你看到子彈 那我們像 駭客任務電影一樣 放slow motion 你那個人根本這樣子 就可以把這個子彈飛彈 這樣躲過去了是不是 你任何人在金屬風暴的 前面這樣子躲 你這樣躲得過嗎 躲不過 所以你意思說 駭客任務當中的 男主角 他也沒有辦法躲過了嗎 你就算是天下武功 微快不破嘛 對不對 你就算是人在躲 或者是超高音速飛彈飛過去 你面對這一秒鐘 一萬六千發 有如子彈的這個彈牆 子彈牆 彈幕也好 刷 向來 像你剛剛看到這個車隊過去 整個這樣破 你要怎麼躲啊 我看你找地方都來不及 所以 瞬間發射了 現在一發射出去之後 強大的破壞力 讓整個車隊全部都殲滅掉 所以你看到他有高度的殺傷力 跟破壞力 那現在這個是 你知道發明的人是哪一個國家嗎 哪個國家 澳大利亞公司的一個發明人 執行的這個總裁 他就是澳大利亞金屬風暴的 這個發明人 他的一個公司 執行總裁 CEO叫做 麥克奧維爾 麥克奧維爾他就講 他發明的這個東西 其實也引起了一個國家的注意 哪個國家 你猜是美國還是中國 那當然是中國大陸 沒錯 中國大陸野心磨磨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跟澳洲在合作 軍事合作了 所以這個時候 當然中國大陸想要把這最新的武器 給拿到手 而且中國大陸處心機率 當這個時候 麥克奧維爾還在華盛頓DC的 這個金屬風暴公司工作的時候 他就跟他視訊連線 當時有一個亞洲裔的男子 就坐在視訊的另外一端 一個房間的這個桌子台子前面 他就說我告訴你 麥克奧維爾先生 在我這個房間裡面旁邊 我身旁的全部都是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的代表 我們想要取得你的這個金屬風暴發射器的 這個所有武器系統的這個技術 那很簡單 我們也不要你提供什麼機密的資料跟檔案 我們只要你的人 只要你人來北京 還有你這個人跟你的家屬來北京就好 哇 你聽起來好像是三國時代那樣子 曹操為了用叙數把他的媽媽都請來這樣子 對不對 就要他跟他的人 他不要那個 你提供他什麼書面資料 然後而且這個麥克奧維爾他甚至講 甚至當時 老共開給他的條件是 你人只要進入了這個北京 入境了之後 到了中國大陸 踏上他那塊土地上 馬上五千萬美金就入袋 有 這麼多啊 然後你的家屬跟你的其他那個人 再過來的時候 到了那個那一年是年底 快要年底 12月再到北京的時候 開始跟他一幫人工作 他也不用做什麼 只要跟那些一幫北京的一些科學家專家 提供他們這些知識背景 讓他們自己發展 發展出他們的武器原型 只要人到了那一年年底去的話 再給他五千萬美金 一億元美元 不少 後來當然這個奧維爾他就覺得有怪 他覺得中國大陸可能太強了 而且他覺得很擔心 所以他就沒有選擇跟他們合作 他馬上跟澳洲報告 跟澳洲政府講 他這個也在澳洲的節目專訪有披漏 然後後來澳洲政府知道了 可是中國大陸也沒放棄 還透過好多家的公司 不斷的發Email給他 可見他說解放軍是完真的 當然老共的動作也刺激到美國跟澳洲 美國馬上跟他合作了 可是你知道美國給他多少錢 多少錢 兩千萬元美金 你看才人家中國大陸 一億美金的五分之一而已 少很多耶 少很多但是還是合作了啦 那美國跟他合作之後呢 現在發展出來這種金屬風暴武器 這種想要取代我們現在最夯的方正快報 你知道方正快報 一秒鐘它的射數是一百發 那一分鐘是六千發 再一分鐘一百萬發的這個金屬風暴前面 簡直是小兒科 所以金屬風暴如果改成這個 未來的炮兵系統的話 哇塞 那全世界的這個炮兵火力 將會改關 用在燈路或板燈 或任何戰場上 瞬間敵人找不到隱蔽掩蔽的地方 馬上被全部殲滅到灰飛煙滅的飛